首先我们看看韩国瑜市场正在美国进行的访问 当然这场访问的序幕已经在哈佛大学的校园掀起了 这如他自己所原先所预测的 它只是一场哈佛大学的英文的闭门演讲 规模不比一个讲堂大太多 不充分显示了韩国瑜的谨慎跟低调 但这篇演说绝对是有备而来 从一开始的演说的题目 接地气的力量 一直到里面很多的用语 无疑是高人操刀 而且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地方政治家的风格 尤其他引用的句子 也是他整个演说的主题 就是They talk the talk I walk the walk 这是英文的人 英文当中大家很习惯的一个用语 也就是代表很多事情 尤其政治人物经常是光说不做 或乱开空头支票 也就是They talk the talk 但韩国瑜意向在国内就强调 他绝不是来鬼混 因此他的题目中所显示的 就是接地气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就是 我绝对履行诺言 说到做到 在这方面 他甚至把英文的乡下土包子 都带进了哈佛的讲堂 这篇演说可以说是充分表达了 他作为台湾一个地方政治家的民粹风格 也显示他的率直 以及他的坦白 当然他谈了也很多两岸的关系 以及所谓的国家政治的话题 但尤其令人瞩目的是 这场从波士顿开始 一直到进行到洛杉矶跟旧金山的乔社演讲 所引起的风潮 有如当年马英九在竞选之前 在美国乔社所引起的风潮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显然在美国乔民的眼中 他们已经看到了 谁将是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慢慢走 我们慢慢走 加油 谢谢 好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起得比今早跑得比马快 高雄市长韩国瑜这回跨越一万两千公里 飞到美国展开十天行程 走到之处媒体同行追逐 美东最受瞩目的一站是哈佛大学 费政卿研究中心 前来迎接的主任宋一鸣 被大批媒体阵仗吓了一跳 所以这是你的新鸣 你现在生活就这样子 我的生命 这就是我的生命 这就是你的生命 访美的收场交流活动 是一场闭门座谈 现场近50名师生 都想知道韩国瑜到底有啥魅力 能从高雄崛起 撼动整个台湾政坛 虽是全英文演讲 但一开口仍有浓浓 韩式style 用卖菜狼介绍自己 但韩国语的自我介绍 若只有这样 当然不够味 把台湾人对他的称呼 原汁原味用英文说出来 即使语言不同 但个人色彩丝毫未减 他演讲主题叫做 The Power of Down to Earth 接地气的力量 副标则是 They talk the talk I walk the walk 他们作而言 我起而行 这看似很台式的英文 其实是个非常美式 口语化的片语 They only talk the talk But me I walk the walk They are calling this wine's breath they are calling this wine's breath they are calling the honey or honey wave 不仅提到他的寒流旋风 当初竞选时 朗朗上口的口号 或出的去 人静得来 高雄发大财 同样也有英文复刻版 直白用字精准到位 韩总到美国 依旧力度十足 二十分钟演说 两千多字充满诚质热情及渲染力 重点是浅显易懂 英文用字又道地 显见这稿子背后 有高人指点操刀 传统政治人物 硬邦邦的竹条论述 尖身词汇或官式用语 通通舍弃 只有韩国瑜最擅长的 庶民而言 市长刚刚演讲完 今心情轻松一点了吧 50% 因为还有差 其实韩国瑜未曾留学海外 能信口年来说出流利英文 来自他东吴英语系毕业的背景 和他持续关注国际新闻的习惯 这些都成为他语言能力 这次访美行 他还是能热情带动现场气氛 当然人气更半点运气 韩国瑜才刚抵达 侨胞晚宴餐厅外 侨胞呼喊声开始此起彼落 看到偶像来了更是一股脑蜂拥而上 回安警力频频要众人退后 因为现场实在是太混乱 支持者和媒体全挤在一起 警察干脆将市府以外的人 全挡在门外 一搏三折后 媒体终于进场 韩国瑜领唱国歌 全场慷慨激昂 歌唱完只见全场七百多位侨胞 迟迟不愿坐下 开始有人喊起 主持人即使拿着麦克风 都敌不过侨胞劝进的声浪 在侨界如此浩大的支持声势 十三年前也似曾小事 全场两千多人 一样的尖叫声 一样的媒体簇拥 2006年3月 当时还是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造访美国与侨胞晚宴 当时这个号称南加州 华人史上最大的欢迎晚宴 可见海外侨胞对他的支持 马英九挟着58%支持率的超高声势 在美国受到高规格接待 有关台湾的前途 我们国民党非常清楚 不管在洛杉矶或是纽约 马英九都受到空前欢迎 加上2008大选在即 这股声势果然让他在两年后 当选总统 而对比韩国瑜在侨界受到的拥戴 蓝营同样退居在野党 韩国瑜同为地方首长 也是人气高涨 成为马英九之后 最轰动的蓝营众志明星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给牡丹有牡丹的 我给玫瑰有玫瑰的香 我们都不管哪一个人 但是明年的总统 必须要做到这八个字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谁能做到这八个字 就是了不起的总统 要拜托所有的侨方 勇严地回到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勇敢地投出神圣的一票 好不好 好 我祝福大家所有的侨方朋友们 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明年1月11号 台湾见 没把话说死 相约台湾见 但从侨记的回忆已认定 他就是挑战总统大卫的最佳人选 只是韩国瑜在波士顿晚宴上 不知是否因为身体不适 不若以往大肆同在同乐 显得相对谨言盛行 似乎人在试水温 最后还提前离开 回饭店休息 离开波士顿后 他还会到洛杉矶 圣河西 这不韩式接地气的力量 又会缔造什么惊奇 都让台湾外民众冲满起 使用电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